北京时间8月23日晚10点,也就是明天晚上,大江将举办本年度最具分量的一场发布会,至少会有Mavic 2系列无人机登场。 深圳大江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无人机研发和生产商,客户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占据了全球名用小型无人机约七成的市场份额。 主要市场集中在欧美国家,Mavic 3是大江旗下的中短无人机产品系列,先前已推出过Mavic Air、Mavic Pro等系列无人机产品。 今日,英国零售商Vari的商店页面,终以外,出现了Mavic AirZone Pro的商品信息,尽管随后这些信息很快遭到刹除,却仍被网友留下截图,迅速在社交网络上传播,通过网友给出的商店页面截图可以看出,Mavic AirZone Pro在Vari上的售价借为一千二百英镑,越合一万人密币,折口价六百八十九, 九九英镑,越合六千人密币,而其显示出的外形,也与之前在大江德国官网和英国Argos撒至上的图片保持一致。 根据先前在英国Argos的泄露内容,Mavic AirZone Pro两个版本的机型都具备最高四十五英里七十二公里小时的航行速度,三十一分钟的续航时间。 五英里八公里的一千零八十P AutoSync凸插,APAS全方位感知臂障,ActiveTrack,2.0人不跟随功能,区别在于, 摄像方面Mavic AirPro主打一英寸CMOS传感器哈苏相机,而Mavic AirZone主打两倍变焦镜头,24毫米到48毫米和Dolizium功能。 后者这种技术可以使无人机摄像头一边把摄像机推进物体一边把镜头拉远,造成物体距离不怎么变化,背景却被放大的感觉。 本次大奖发布会将于明日北京时间晚十点先行在纽约召开,后续的国内的发布会将于8月24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举行,届时将会公布更多细节。 本文编辑,李天硕关注泡泡网,超像科技生活。